公园及人行道的树木经常因工程造成死亡 或是断头式的修剪影响生长 这些尝试护数民众与工部门的争论 对此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就举办了 公共区域树木花草管理的公厅会 邀请市政府、护数团体以及专家学者提供意见 希望能减少不当维护树木的事件 公园、行人道等树木管理问题不断 市议员陈丽娜举办高雄市公共区域树木花草管理策略 即订定自治条例公厅会 邀请市政府、爱树护数团体、学者专家提供意见 同时高雄应有更积极、有效的公共树木管理策略 以及订定更符合时下需求的自治条例予以规范 高雄市其实在这个树木的管理上面 虽然有自治条例 但是自治条例也有一些 就是等于是很多的局处没有办法去互相来遵守的地方 那也导致的就是在高雄市的树木修剪 其实有很多的乱象 那民众也常常在检举就说 哪边的树木修剪不适当啦 然后哪边的树木可能种植上面有问题 树种有问题什么之类的 其实零零种种似乎从以前到现在问题都不能够解决 那我们今天呢除了就是针对就是说树木的这个移植啊 修剪那种类的部分应该什么样的树 总是适合路树或是公园树之类的 大家来做一个讨论 那同时也把我们的自治条例重新再做一个整理 目前市府各局处树木管理单位众多 市府养工处表示树木修剪各机关要落实 执行人员要有树木修剪合格证照 当初像在107年市政会议市长又指示说 树木修剪各机关一定要落实 而且一定要请要做一个树木修剪 一定要事先要先评估 然后请专业学者来做指导 而且树木修剪执行人员一定也要有树木修剪合格的证照 跟有健康的制度 这个是在107年的市政会议 已经有明文的一个记录 市医院陈妮娜表示 期待将来管理能上轨道 市府各局处执行同仁 执法有所依据 减少不当维护公共树木事件发生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